纳干不是凭空出现的战场支援绿谷的 黑屋苏醒后的中央医院 因为斯宾娜带异性暴动 又新增了一些伤员 医院内外忙得不可开交 纳干心血战场并不顾伤势离开了病房 医生拦住他让他好好休息 不能随意走动 伤口裂开的话会危及生命 但纳干现在只想知道敌人的位置 绿谷拜托他和大家一起战斗 他既然答应了就局不会坐视不管 医生让他想清楚 就算再怎么有正义感 可他现在是逃犯啊 医生还想多嘴 但纳干先一步拿出定位器 第一个人纳干 用这个给全人战况雄鹰的位置 还有敌人的锁在底 交给他 无疑是完全的信任 你是为了那个孩子人行动的话 那我就会相信你 得到纳干的担保后 纳干活速赶往战场 但上次的伤病为痊愈 在他开了第一枪后 几乎全身的皮肤都裂开 他的身体要到极限了 能做出的子弹也很有限 只剩下一发 要尽可能的对斯宾木造成伤害 霍克斯和绿谷把他从黑暗中捞起 让不再相信光明的他 回想起了曾经的回忆 想起那些闪耀的憧憬 以及活着的意义 他要把这种重生的心情传达给绿谷 纳干枪着身体撕裂的疼痛 发出了最后一枪 斯宾木见纳干出长期的活帽三丈 想尽快干掉他 然而纳干的来副枪耿声一筹 自弹只穿过来 将他的左手也射断 绿谷捏紧拳头 在他准备动身的时候 斯宾木的身体里 正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博弈 欧罗夫安在斯宾木的意识中崩塌了 他渐渐丧失主导权了 斯宾木很清楚 欧罗夫安只是在利用自己 他培养自己 只是为了利用尺寸 利用他和奥尔迈特的关系来恶心人 他也知道 欧罗夫安打算夺取自己的身心 来进行一个庞大且邪恶的计划 试图吸收自己的赠物来夺取万福欧罗 他一将即就给予他混为立体 成为了他的一部分 但斯宾木讨厌这种被支配的感觉 他深知自己需要力量 这才跟欧罗夫安演了一出 学生与老师的戏码 同时在卧底的时候 斯宾木不忘初心 为了不让欧罗夫安发现自己的原点 还特意将这个心思藏起来了 等待时机 让原点从内部拿回了身体的控制权 但现在已经得到力量的他 没有这样的必要了 这才光明正大开始跟欧罗夫安撕逼 欧罗夫安大势一去 斯宾木占据了主导权 但此时欧罗夫安的意志还没有完全效望 他挣扎着要尽快回到本体里面去 可黑物偏偏这时候也不听使唤了 漆黑的武器中 白云龙的脸若隐若现 他一息记起了朋友这个词 现在黑物状态不稳定 欧罗夫安失去了退路 斯宾木的意志再次占据核心 他的愿望只有一个 那就是破坏掉与那个家相连的一切 斯宾木的意志从欧罗夫安中爬出 如今他彻底战胜了欧罗夫安 斯宾木被绿谷冲上的拳头走飞出小舍 他背对着大地却一脸愉悦的样子 只要破坏掉与那个家相连的一切 他就能得到救赎了 绿谷的黑边绑在斯宾木身上 两人高速往下坠落 犯罪身是慌了怎么回事 而绿谷想的是 既然斯宾木已经能自由使用个性 那就不能继续在关球上格斗了 绿谷以斯宾木死死纠缠 他不会让斯宾木得逞 但也不会对着记忆中哭泣的小孩视而不见 两人落地再次形成对峙的局面 在这片新的舞台 死斗开始了 犯罪身是弹性空气臂长 虽然暂时顶住了下去的雄鹰 但毕竟重量在这 很快他就撑不住了 刚才划过天津的那个身影 由于影子飞落的速度很快 他没有看清 但他确信那就是绿谷没错 他离开这个校舍 也就意味着 他放心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自己了吧 拉巴拉巴正奋力修改程序 他希望绅士和自己多多加把劲 再坚持一下 马上就能搞定上幅程序了 这里也没有镜头 也没有观众 没有喝彩 倒也没有怒骂 犯罪身是非常失望 自己的壮举 不会被别人看到了 突然 绅士听到了快门咔嚓的声音 对镜头敏感的他 立刻捕捉到了闪光中的光亮 那里竟然有镜头和观众 知道他们的存在 犯罪身是这下来劲了 清音科的同学们 即使伸出闲境 也没有放下镜头 他要记录这些英雄事迹 记录英雄和正义知识 为社会付出的证据 就是经音科的英雄活动 犯罪身是心头一热 同时也为自己曾经 想入侵熊的下流想法道歉 他决心更加好好的表现自己 但经音科的傻眼了 手机被黑了 不过是被拉不拉法黑的 他要把身世的英姿 展现给更多人看 程序渐渐恢复 小舍开始重新上浮 犯罪身是压力小了很多 但危机并没有被阻止 度我变成的双倍人 不断增倍分裂 他的目标是 将英雄全部歼灭 他一直嚷嚷着 自己是守护者 要守护什么 但他此时还没有 完全清醒的小舍里 涌现出了数不清的双倍人 他们朝乡子跟迈克扑去 把他来踢出了小舍 而黄大猫早就被暗住 动弹不得 这情形 阿米也只能干好两声 迈克想抓住相择 但连人下去的速度都很快 而他们身下 早就被摆好了一个传送阵 黑雾竟然出手救人了 那他现在能算自己人吗 回到群雅山庄这边 满山遍野的双倍人 横扫了整个战场 英雄和普通人 在他们面前根本不够看 欧罗福安还担忧 完全无法控制四比目这件事 他打算接下来 让他的因子混到调体内 然后彻底占领他的身体 这样一来 魔王就诞生了 霍克斯举着钢刀追上前 欧罗福安轻微仰手 躲过了他的刀刃 他只是轻微挥手 霍克斯的身体 瞬间变得四分五裂 黑雅看到这一幕 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欧罗福安只是轻轻攻击 就干掉了霍克斯 不 这不可能 但奇怪的是 霍克斯的脸一变再变 原来这只是幻象 是世界高中的凯米出手了 凯米可舍不得帅哥相笑欲允 她的身后还有两个人 是盗走个肉仓 他们一起来帮忙了 刚看到烦恼还通的欧罗福安的时候 凯米有点难以置信 都说欧罗福安是个糟老头 但那个人看起来挺阳光的嘛 而肉仓对欧罗福安 只有无尽的恨意 她的父亲是塔尔塔罗斯的警员 却残造欧罗福安的杀害 杀父之仇不拱待天 到处乱成异国仇 必须努力阻止敌人 尤其是躲的双倍人 她的分身数量过多 已经超乎了大家想象 慌乱中霍克斯接到种内的通讯 她高兴的告诉种内 幸好增援来得及时 自己还捡了一条命回来 种内却说 他们在自己请求支援前 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她听说欧罗福安的肉体 回到全省期了 群雅山庄这边的战况 直接关系了这场战争的成败 无论如何 一定要阻止欧罗福安 欧罗福安小容阴狠 在身下凝聚起一个巨大的光球 这是个性凝聚成的能量球 其能量冲击破坏了惊人 事已至此 你们觉得还能做到什么吗 那个唯一能伤到我的男人都不在场 忽然他被一阵狂风卷起 到左看的挚友鸿和他的父亲后 便决定支援 我的这股热血 战胜了对你的恐惧 而在那一刹那 欧罗福安轻松挣脱了 龙卷风的束缚 他加重手上的能量输出 汇聚去更大的能量球 看到年轻后备们的拼搏和热血 霍克斯心中无限感慨 他多想让安塔瓦看看清楚 这些一位英雄的光亮 而聚集在这里的后继者们 不光是受到万佛欧罗的影响 同样也受到了他的感染 他和万佛欧罗一样 把大家连接起来了 但欧罗福安已胸游成竹 因为这些人心中还有所畏惧 他们害怕失去个性 所以不敢接近自己 这样 有所保留的英雄 如何能与自己抗衡 在欧罗福安想见他们一举那些的时候 忽然他在身边 铺开了一大片黑暗的阴影 黑影的范围越来越广阔 仿佛将所有的光亮都吞噬 欧罗福安没有想到 现在还有人有这样的胆量 敢站在自己面前 更没想到 那对付自己的竟然是黑影 突然聚集过来的暗云 让黑暗的力量持续时间变长 火势也在与狂风的交战中不断变小 黑暗还拜托蓝猫 把自己埋在土里 这样能积攒更多的黑暗 此时此刻 他已经做出了准备 有了霍克斯的助力 在风的护体下 他朝欧罗福安靠近 黑暗还 Varidol